我們來看一下 我用這個學校信箱 你登錄過之後 你可以直接進到雲端硬碟 那最近這個雲端硬碟 其實它有做一個介面上的更新 你可以從右手邊 如果你進去看到的畫面 跟我們不大一樣的 主要是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新版的雲端硬碟 我現在這個是要新版介面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 回到舊的,你就直接從這邊改 也可以,所以相對的 如果你想要試看看新的,就從這個齒輪這邊 直接到它我想要用 新版的雲端硬碟 對對對 正常你登錄它會告訴你 如果你不曾改變過的話 它應該會告訴你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那其實 老實說,你也可以真的把它當作 是一個網路上的硬碟來用 硬碟來用 只是說,就是十幾句這樣子而已 好,那 建議各位 還是要稍微 分門別類一下 因為,平常如果你是 桌面會滿出來的那種人 蛤? 有沒有,沒有人 真的滿出來過嗎? 我滿出來好幾次 蛤? 因為有些就是,啊,只要放桌面稍微 丟一下,丟一下,然後月久沒清就 蛤? 就一丟了嘛 那,所以呢 因為手機都分類 對啊,手機也是要啊 你又不 不弄好了 真的 你看照片啊什麼也是可以 它存在 所以有人存在 完全不同之外 以後 很多人都發現一件事情 手機 要找照片 或者找什麼 展開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它用了不同APP 知道它存的會是有的 會不會不一樣 會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你平常都習慣 是在公面目下的 雲碟面碟也是會很難找 好,你知道嗎? 雖然它也有資源就是這個 Google做厲害的搜尋嘛 所以還有一個 放到雲碟面碟的好處就是 你 除了找黨名以外 它會幫你找 比如說那些文件的 那些內容的搜尋 因為你在這邊做的搜尋 是搜尋你的雲碟面碟的內容 就跟信箱那個一樣 所以這個是Google它厲害的地方 那 你可以在這邊呢 你看在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新增 一樣的 平常我是比較不會這麼勤勞 在這邊做比較慢 因為呢 其實你 如果說假設你檔案已經準備好了 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你安裝它的那個同步程式 它的那個同步程式你可以 就裝起來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個你可以直接打什麼 如果說你今天 你的檔案已經準備好了 你只要打那個資料夾 或檔案 直接跌過去就好了 那就直接坐上 資料夾跟檔案都可以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你必須要用Google瀏覽器 才支援資料夾 如果你看的是火狐 它的那個資料夾部分 是需要另外額外那個加吧 阿一 不用想完全不支援 阿對我突然想到一個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有用的圖片 有沒有把自己電腦的圖片丟進去的 麻煩你不要拿阿一開玩笑 阿一的話就跟我剛那個一樣 直接打開那個圖片而已 它不會就是 不能以圖杂弗 它不會傳上去 好 就是 所以這是比較好 你用火狐 用Google渴望營漏器都可以 就是阿一不行 所以知道為什麼它 越來越不行 呵呵呵 好 那這個比較特別 那所以呢 那你到這邊 我們剛剛看到這裡 其實你可以直接拖一進來比較快 那相對的 你要做一些檔案的移動啊什麼 其實真的都跟我們一般一樣 就按著就丟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很單純的喔 所以其實 運用運用 老實講應該是不用交 因為你隨便用都會 那麼重點在說 今天如果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有幾個經歷 第一個你要跟別人共用的時候 跟別人共用的時候 你有幾個方式 你可以跟別人整個資料起來是一種方法 那也可以分享單純檔案 比如說 像你可以看到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共用 有人的就是有共用的 有沒有 有人的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邊按六鍵 有沒有共用 很像那個SP的分享那種感覺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它有分 共用有分幾種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裡 這裡 因為我現在這個是用學校的網域 所以 你會看到權限比較多 權限沒有 正常來講的話 第一個當然就是 遇入屬於私人的 就是關閉的 也就是你個人自己的 第二個呢 有兩種 一個是知道連結的人 另外還有一個選項是 不是這個的 另外一個選項是 收訊型可以找得到的 因為你要跟別人共用有兩種情形 一個就是說 它必須要知道 你給它的這個共用的連結在哪裡 那這個是收訊型不會去收錄的 另外一個選項就是 我共用出來有希望收訊型 你能夠找到它 那只是大部分我們通常不會用那一個 就是需要說 只有特定的人知道就好了 特定的人知道 這樣避免一些困擾 當然 主要Buds還有一個好處 它最近有推出另外一個新功能就是 因為有些人共用久了就怎樣 忘記了對不對 就忘記把門關起來嘛 所以像有些那種 雲端一連它有推出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指定自動銷毀的時間 還有什麼時間 我就共用兩個禮拜 像我現在連到一些公家機關啊 就是因為我做網站有時候要做遠端維護嘛 現在都要透過申請 好你就指定 我什麼時間到什麼時間 我開到那個括號給你 你可以連進來 時間到了 你要連進來 拍誰門關起來 呵呵 這樣會有資安的問題嘛 會有資安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啦 稍微留意一下 那主要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已經共用了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就是 它到底是可以編輯還是可以檢視 一般都是檢視比較多 那你只要把這個連結把它複製起來 貼過去 別人就可以看了 這是最單純的方式 所以這個你要更變 那當然 如果這個檔案你想要夾在這個Email裡面 給別人 那是更方便 因為它已經把整合在什麼 整合在我們那個信箱裡面 比如說你看我就從這邊 進到我的郵件 沒關係這我已經沒有在用的 呵呵呵 它都給你看可以 呵呵 好 你看我從這邊鑽血 好這個先收起來 從這邊我們來做鑽血 你可以發現我們在最下面這裡 以前夾內附電是用這個 對 對 就是這個東西 這就是從雲端目點直接去新增 就是直接從雲端目點去選檔案 你選了之後它就會從裡面去找 從裡面去找 那就看你哪一個檔案你想要去分享 你這整個資料表也可以喔 這都沒有關係 譬如說我只要辦一個檔案 好我就點到它 按插入 那外面你這個檔案 我們剛剛不是說你要做 慣用嗎 對不對 外面你這個檔案是沒有慣用的 當你按送出的時候 它會提醒你 欸你這個檔案要跟別人共用 所以等於說 本來Email先適好 共用再傳給別人吧 那現在就是這個 就整合在同一個流程裡面 所以 你資料表也好 當你檔案也好 你超過 20Mbps 10Mbps 就不是問題 它最大當你檔案 我記得好像是2G啦 但是 誰要傳那麼大檔案 哈哈 其實你是要傳影片 對不對 那不然大部分應該 就需要那麼大的空間了 稍微少一點 還有一個是軟體 好 不然應該比較少 好這個是 這個是 比較 特殊的地方 所以 在整個 印碟的部分呢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把它當作 真的就是一個什麼 印碟來用的話 你就是可以大概是像這樣去使用 應該還算OK 那比較特殊的就是在下面這裡 你要不要轉換成Google文件 轉換成Google文件 轉換成Google文件 就是你可以在線上直接編輯 直接編輯 可是它會有一些限制喔 它會有一些限制 什麼樣的限制呢 比如說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第二個 第二個的文件檔案 它必須在 好像是10Mbps還是20Mbps裡面 也就是因為如果檔案太大 它不能轉成Google文件 一次來呢 算法更奇怪 它會算那個比數的 還有一些關聯性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把它轉換Google文件 都是比較屬於 比如你可能是草稿階段的 我想跟別人共同編輯的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用它會比較OK 那如果你是PTT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簡報 或者是那個PDF 它的檔 它的大角就比較大 我記得是20Mbps還是50Mbps 我覺得這個網上會比較多一點點 你可以轉換成 就是Google文件 等於這個 你要找一次看看 要命你的文件有超過那個 它會告訴你不行 它會告訴你不行 這個是 比較特殊 我找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 找一個 文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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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講講過 說你在上面 就等於跟一般的Office一樣 這樣您大概了解 了齁 這個是稍微看一下 有這樣的 一個概念 只是說 不見得那麼多人喜歡在上面編輯 因為最近Office功能 雖然已經慢慢比較接近我們 標準的 維廉Office的 程式 但是還是多多少的 有些差異 所以你把它當作一些 草稿類的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然後最後的一個 成品 就是最後的一個文件 可能就不見得是用這個方式去做呈現 好